霧霾困扰的不只是中国 空气在哪里都可能会杀人 我将立足纽约 带你了解美国城市 对抗霧霾的经验和教训 我是一家 将和你一起直面霧霾危机 欢迎收看一家之言 我是一家 这是我们创美旗下的又一档新节目 首期节目我们会从美国出发 换个角度探讨那些在中国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第一期的节目 我们会从生活的一个细节出发 那就是空气 空气对我们的生命实在太重要了 它无处不在 无捧不入 但要是空气出了问题 那我们谁都逃不开它的侵害 而且面对它也无从下手 首先来听一下呢 街头的纽约人是如何评价 纽约的空气质量的 纽约人可能很少会去想的空气质量的问题 我在纽约十几年也一直在享受纽约较为清洁空气带来的种种好处 这里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对比我背后的蓝天白云 你可能很难想象的这个照片当中 被烟雾迷绕的城市也是纽约 对 这是1966年的纽约 就在那个冬季 整个纽约城被雾霾笼罩着 也就是那个冬季让纽约人明白 竟然连空气都是可以杀人的 大气污染从来就不只是一国一地的个案 而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 都会遇到的问题 进入20世纪以后 趁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顺风 美国完成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生产力提高了 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了 但是大气污染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就在1933年 美国一位能源官员Henry Aubert Mayer 出版著作《Stop That Smoke》 停止狂烟 让美国人头一次认识到雾霾的侵害 Henry Lachie的预警并未能就此阻挡雾霾的脚步 随着工业不断的高速发展 在五六十年代集中爆发了几场悲剧 1953年11月 一场雾霾夺走了纽约200多人的生命 1963年 伦敦杀人物来到纽约 400多人失去生命 数千人患上严重的呼吸道疾病 1966年感恩节 黑色雾霾笼罩纽约市长达一周 每一天平均因为雾霾死亡的人数超过20人 和今天的中国一样 当年的纽约 城市供电主要依靠烧煤 除此之外 由于当时纽约的市政还没有派出垃圾车 人们还会在自己所在的公寓楼道里燃烧垃圾 让当时城市的空气雪上加霜 愈发严峻的雾霾问题 开始引发整个纽约地区的恐慌 60年代 在联邦政府出台法律之前 纽约市政府率先一步采取了行动 黑色雾霾 雾霾 所以里面没火力燧造, 另外也关装能 blew水果, 后面遧屏本土了 many大宝泥炮。 而现在, 而今天 外國的藥藥藥 被拘捕了 通常被藏著 或被清潔 或在某些時候被刪除 但是從這個地方離開 然而當年紐約市單方面的努力 並沒有能夠根治環境危機 面對污染 還必須要依靠更大規模 更加嚴格的監管舉措 新多州沙利的紀錄 曾經在於甚麼時候 新多州沙利的紀錄 有很多東西當時 在新多州沙利的紀錄 開始後 後來之後 就到了 想像 很多霜落 被燃裂 所以沒有要與原價 就要積極的交易 積極的 積極的 我們不可以保持 我们必须认为空和水是一种公共的材料 无法被人犯罪 1970年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提议建立美国环境保护署 获得国会批准以后正式在1970年的12月2日建立 同时还推出了空气清洁法 这个法案难得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 在参议院以73票对0票通过 之后的几十年 这个法案经过几次的修改 而美国在空气治理方面的方向 也有多次的调整 不过这个法案对于美国治理空气污染和雾霾的步步推进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70年 美国颁布的清洁空气法 设立了具有强制效力的空气质量指标体系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制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包括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 一氧化氮 以及粉成颗粒物的含量 第二个就是针对机动车 设置全国通用的每公里尾气排放量标准 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车多而且车流量巨大 1929年的时候美国汽车产业占全美工业产值的比例就已经达到了8% 这个数字在之后还在不断地增加 在1919年到1929年 小汽车保有量由677.1万辆增至2312.1万辆 在纽约中心地区的交通拥堵的更是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而在一些大桥拥堵地段 比如说布鲁克林 长岛等地区 更是常年被烟雾笼上 1981年为了表示对治理空气污染问题的决心 纽约市长Ed Couch首次雇用了一位资深环保律师 作为城市的交通顾问 专闻治理因为交通而引起了空气污染问题 这个人就是Ross Sandler 1981年你当时的特定企业 1981年是 我与公司的交通拥有关系 它是与公司的关系 如果人们从车里面出现 他们必须要旅行 所以这里在纽约市 你会有这种超越的交通系统 Ross在任期间为了响应美国环保局 EPA关于节能减排的要求 提出了几套治理的方案 并让纽约交通局用两年的时间 对于这些治理方案进行评估 选择出最适合纽约市的 而根据我找到的一份 1988年纽约时报的报道 两年时间快过去了 纽约市交通局还是拿不定主意 Ross的任何方案都无法被启动 更别说成效了 对于车里面出现 对于车里面出现 更长时间 Even though we tried several times to find measures that would actually reduce the miles traveled, none were effective at all by government except one. And the only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miles traveled is through density, meaning that if you have an area that's so compact that there's no room to drive, 然後會有少許多公路 所以在紐約城市 你會有一個很濃的城市 你只能不能把所有的車子放在這裡 他們不會來 他們會找到其他方式的方式 現在這不合適 如果人們不想來 但是在紐約城市 人們也想來這裡 所以他們也會來 他們會來自公共交易 因為暫時無法減少私家車的數量 Russ代表的當局紐約政府 就開始在別的地方動腦筋 他們發現核心的要素 就是要提高人們 對於公共交通的使用 地鐵在現在紐約人的生活當中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每天上下班 我都能在地鐵裡看到 來來往往的紐約人 紐約地鐵的好處還是挺多的 一個是價格便宜 另外就是節省時間 現在是中午差不多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實驗 看看到底在紐約是坐地鐵塊 還是坐車塊 就以我們家樓下為起點 離我們公司的樓下為終點 我們先嘗試一下 看看打車要花多少時間 我這個手機上有一個秒錶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計時 來 closer 43號和6號 今天打車會挺順利的 沒花 兩分鐘的時間 打到了 從這個街׿ 我們可以思綵旋 回它 Remenergy 當作要帶來 喔 這個到我過去 其實 Ridge 一 二 三 十條街呢 天啊 你看這個 堵的 不過在八十年代的紐約 汽車多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沒人坐地鐵 並不是沒有地鐵 只是人們不願意去坐 八十年代早期的紐約地鐵 曾經是犯罪多發區域 設施也極為成就 為了安全 很多人出行寧願堵車 也不要坐地鐵 又是個建設的 閃電系統是爬了 因為這就是當時 紐約市長得快要地鐵 但是一部分的方法 是它們不夠保持 得下資金 所以它們也不斷 那麼它們是破壞的 越離時代廣場 好像又開始有點消毒了 我們知道 如果這製造成瀉 空氣潛到 有限的流氧 加強在紐約旅遊 是很嚴重的 好,那我们到了目的地,到了我这个公司楼下面,我们停一下这个秒表,一共花了37分钟49秒,然后刚才这个车费呢,加上小费一共是21块8毛钱,那我们下面再来试一下就是坐地铁,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多少钱, 那我们现在就从我现在这个地方呢,再回到我们家那边,去坐地铁。 为了让公共交通能够更好地分担城市大量交通的重任,纽约政府从1980年级开始投入180亿美元整修地铁。 我每天呢,就是坐这样的地铁,上下班,那我一般呢,从地铁站开始呢,到上班的地方,家和公司差不多有四站路,一会儿呢,咱们就到了,看看到底要花多长时间。 1985年到1991年间,有超过2000辆地铁得到整修,并且安装了空调等新的设备,另外呢,纽约的治安呢,也从80年代末期开始逐步的好转,很快,人们变得越来越爱坐地铁。 接着2014年,纽约的地铁每天运送610万人次,在全美各大城市当中,纽约居民走入上班或者利用公共交通上下班的比例都是最高的。 那从我们上一趟的终点,也就是我办公楼下面呢,回到我家楼下,也就是我们之前的起点啊,一共花了,看看这个秒表的时间是17分52秒,确实是省了不少时间,而且要知道呢, 在纽约呢,坐一趟地铁的单程票价是两块七毛五美元,那到城市哪里啊,票价也都是一样的,确实比呢,出租车还省了不少钱。 当然啦,法律会存在灰色地带,国家监管呢,也会有死角,这个时候就需要个人发挥力量,千万不要小看个人的力量。 在纽约或者说全美的这场对抗雾霾的斗争当中,个人以及个人发起的环保组织成为推动治理的中间力量。 It was effective, but not nearly as effective as was promised.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and Senator Edmund Muskie, a Democrat, who was the author of the Act in Congress, said, America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ill be protected from unhealthy air pollution by the end of the 1970s. The standards he was talking about did not get achieved until 2000 and beyond. David Schoenbrough教授,Ross在纽约法学院的同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他曾经是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一个年轻律师。 这个协会主要的责任就是通过起诉政府来保护环境。 I'm sure you did many cases during the time you are working for natural resource defense council. Do you still remember some of them and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as the lead in gasoline because it had to do with gasoline all over the country. Getting the lead out of gasoline saved the live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从1921年起,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等企业开始选用 铅来提高发动机的效率,改善车用汽油的抗暴性。 而含铅汽油排放到空气以后,除了造成空气的污染,更可怕的是人们吸入后,对治理和行为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从此,David就加入了一场漫长的司法历程。 从1972年,David开始给EPA写信,指责他们的无作为,并联合自己的同事发起诉讼,开始了维权之路。 这是一个很长的推动,政府制作为油热製品,不让铅放在铅里面。 铅里面不是自然的,铅里面放在铅里面。 铅里面放在铅里面,因为铅里面放在铅里面, 但经过几个月不懈的努力,案件不但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还最终获得胜利。 在此以后,EPA就设立了更加严格的含铅汽油检验标准,对铅含量做了明确的规定,并严格监管每一辆汽车在道路上的排放。 渐渐地,伴随着老一批车辆慢慢告别公路,含铅汽油也彻底地告别了市场。 当年关注环保的普通市民,除了采取和政府面对面的硬性对抗,还有很多人采用了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 最有代表性的,就要算自行车团体。 1990年的时候,纽约市政府突然关闭了我背后这个纽约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Quindesboro Bridge上唯一的一条自行车车道,希望能够全面地向机动车开放来缓解交通拥堵的问题。 这一举措呢迅速地引起了那些自行车团体的不满,他们也马上做出了行动。 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当年的代表之一。 Hi Charles, I found this interesting picture, I think this is you. Yes, 24 years ago. 24 years ago, what happened? Well, the bridge in the back of that picture is the Queensborough Bridge, The city had shut down the bicycle lane during rush hour,so they could put more cars,and we organized protests that were held every Monday for six months,and on the last one of the year,the police came and arrested six of us,because we would not get out of the way and let the cars go on the bike lane. 尽管六个人被逮捕了起来,但是在法庭审判的时候,抗议六人组最终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律师为他们辩护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一条自行车道,更是为了通过鼓励更多人骑自行车来减少车辆带来的空气污染。 are there anyone started to ride a bike because of you? you know,who can say,but there is now about four times as many people riding bikes in New York on a typical day as there were 25 years ago when that picture was taken. and sometimes I look at them and I feel like,well maybe some of them are my children and you know that I help to change things to make it safe to ride. but you know change doesn't come from one person,it comes from having many people who organize and who advocate and who sometimes agitate,but who do things in a positive spirit that leads people to want to pull together and make the change. 今天呢再来到这一座Queensboro Bridge你会发现已经增加了两条自行车专用车道。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呢也有越来越多的纽约人爱上了骑自行车。 而Charles呢也从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67岁的老人。 不过他还是告诉我啊骑自行车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呢自己呢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他说呢他的妻子呢以及他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呢也都是呢自行车的忠实爱好者。 他在这一座大街上有一个美专业的路线可能二十五公里线从这里上温柔的区别称。 在新加州里面相当中的区别的路线上有一个小伙子。 像查尔斯这样的人 在美国绝对不算少数 早在1970年 在美国就有人发起了 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 环境保护运动 后来这一天还成为 世界地球日 直到今天 世界地球日都在提醒着人们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当年的这场运动 不但催化了人类 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 促进了发达国家 保护立法的进程 而且直接催生了 1972年 联合国第一次的人类环境大会 除了街头运动 更多非盈利组织 则开始在政治游说 和提高人们环保意识方面 做着辛劳的努力 Mounts Kling Air Force 是一个由全美50万个妈妈 组成的环保组织 Natalie有四个孩子 Tresha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因为自己的孩子生下来 就患有哮喘 而加入了这个组织 并成为其中的中间力量 Mounts Kling Air Force When did you discover Mounts Kling Air Force? So in 2012 a train carrying 23,000 gallons of vinyl chloride had derailed and polluted the air in our home making my family sick and I knew Gretchen Dahlkemper who was our national field manager at the time and I reached out to her and how what I could do because it made me realize that fighting for clean air is something that we all need to take action on and that it wasn't something I could just go and buy at the store that it was something we all had to fight for Air pollution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shop our way out of you know we can choose to buy organic and you know filter our water there's things that we can do if you have the money to do those things of course but when it comes to air quality there's no way we can shop for different air so it'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have to fight for and when we mean fighting we might mean by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we've learned a lot about lobbying from mom's clean air force and how to speak to our elected officials because it really has to come down to regulation where will we go when the old stones 这个由妈妈们 组成的环保团队 还在鼓励自己的孩子 一起加入游说 并开办了妈妈峰会 想要提高 周围民众 对环保问题的重视 同时 他们还邀请来了 很多美国商界 影视界的明星妈妈 加入宣传 I'm Julianne Moore and I'm a mom Mom's Clean Air Force is a new movement of women coming together to do everything they can to strengthen the Clean Air Act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to listen to our mothers 2015年 奥巴马出台更加严格的 限制臭氧排放的新规定 还被妈妈们看作是一次阶段性的胜利 And if 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get this right we can define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your generation We are the government We need to stay engaged and realize that it's not a government or a citizen thing it's an everybody thing and we need to work with our government I know there's a lot of tax on government sometimes and a lot of anti-government sentiment and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solve any problems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 people need to come together and realize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在对靠雾霾的斗争当中 除了来自政府和公民的努力之外呢 其实商业活动的变化 也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我现在所处的是曼哈顿的切尔西区 来过纽约的朋友一定知道 这里是纽约重要的艺术商业区 但是在上个世纪的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 这里可是聚集了各种 像奥利奥饼干厂 各种肉类加工厂的厂房区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各种厂房的撤离 使得切尔西区一度陷入了商业的荒漠 不过很快就有很多的艺术家 看中了这些闲置的厂房 让切尔西区很快变成了 著名的霸廊区 紧跟着拥有很多的房地产 开发商也看中了这块宝地 在这里建立了各种新的龙汉 有了我们今天时尚而又繁荣的切尔西区 除了大家刚才看到的 位于曼哈顿的切尔西区 其实纽约的布鲁克林区 也经历过同样的转变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众多的工厂在布鲁克林区出现 也形成了繁荣的工业区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 也同样因为产业转移 使得布鲁克林原本繁荣的重工业和制造业 一下子衰落了 留下大量的闲置厂房 六十年代 纽约市长开始为在纽约市注册的艺术家们 提供免费的工作室和住宅 一时间内 昔日的空闲厂房 很快就成了画家 演员 摄影师 作家的新天地 今天再来到纽约 著名的艺术繁华区 Dumbo Williamsburg 和当年的切尔西区一样 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几经变化的纽约市 还是留下了很多 为城市提供电力的电厂 我现在所处的雷文斯舞的电厂 就是经典代表之一 那这个有超过50年历史的电厂 被纽约客亲切地称作Big Alice 当年这个电厂可是 纽约皇后区的污染源之一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个巨大的工具 就是当年用煤的年代留下的 不过放在这里只是做纪念了 几十年的时间当中 这个电厂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早已经和煤说了再见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在电话采访当中的来自于电厂的人 告诉我们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所以我们开始开始 我们开始问 我们的问题 关于大历史的历史 由大历史 可以告诉我们 小历史的历史 它的历史 这个历史上是 我认为它们有在新亚军 1963 它们在公司 它们有2,480MW的力量 It can roughly provide 29% of New York City's power. if you're familiar with Hurricane Sandy, when the superstorm happened there was so much flooding in a lot of the generating stations across the city that our facility ended up picking up a good chunk of the load, and we were provided about 50% of New York City in that specific moment. Got it. And another question is what kind of fuel does Big Alley use 任何方向inden的消費才能 燃料比較便宜 但自然燃料是最清潔的方法 運動的方法 從採訪中我們能聽得出來 鼓勵這些電廠商家 使用更清潔能源的 首先是商業利益 當然美國的政府 也是不斷推出嚴格的規定 推進能源的清潔化 美國的治理辦法 據我了解它是漸進式的 就是比如說我規定 從今天開始 所有的新企業 都必須上碼污染控制措施 如果你達不到 那是不會省批 環評是不會通過的 但是舊的它是不管的 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 舊的廠子它不能升級 一升級你就要滿足環境標準 就得上新的東西 所以有的舊廠 它就被動地淘汰了 為什麼它沒法進級 它的產品比不過人家新的 哪怕是環保成本高的產品 所以沒有人買它的產品 它的產品差 即使便宜 別人也不願意買 那麼的話它自然就倒閉了 但是新的廠子它是要求很高的 像我們節目當中說到的 由於有來自於政府的監管 以及民眾的呼籲和監督 同時經濟生態也發生了不少的變化 經過半個世紀的時間 美國的污染已經下降了70% 再也沒有發生過 我們節目開頭 向大家展示的這張照片上 發生的慘劇 在2013年的時候 紐約市長布隆伯格還向紐約市民宣布 就在2013年 紐約的空氣質量已經達到了50年的最好水平 與此同時 美國的經濟似乎也沒有 就此被拖後腿 在50年的時間當中 經濟總量翻了兩倍 紐約市長布隆伯格還在最大的 美國的地方 今天我們的空氣是最最清潔的 已經近50年了 那些清潔的空氣 在我們國家的幾百年都在探討 節目和大家一直在探討 就是美國和紐約在治理 空氣污染方面的一些經驗 但是回到這個核心問題 我們想要回答的依然是 中國的霧霾問題 我們能做什麼 在一路採訪的過程當中 我和不同的人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真的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有的人非常樂觀 有的人非常的悲觀 他們給了我各種各樣不同的答案 我的第一領導 是 那些核燃燒的核心 必須要在正式化學生 在原廠的消耗控制 在其中的核心 是一個多個化學生 洛杉磯的口岸 每天其實超過90%的貨物 都是從中國運來的 美國它就是產品外移 才是這裡面 我覺得可能比技術更新 還要重要的一個點 中國人口密度這麼大 這麼多人要吃飯 這麼多的工業 那麼你這些工業 不可能都像美國一樣 把它放到中國去 放到什麼地方去 城市裡面這個空氣污染 這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那麼我們自己想要 我們的自己空氣好 那麼整個的產業結構改造 包括燒的這些油 還有這些就是說 各方面的來源 具體的怎麼樣 每個來源都去減少 這個可能每個人都得做貢獻的 人們要知道 這就是他們的健康 和國家的健康 和他們的健康 和他們的健康 會有更多的生活 如果事情是做得到 他們的環境 他們的更多人 理解他們的健康 更多人會得到 所以它是一個教育的東西 我的主意是 要讓公開 公開的資料 公開的資料 在公開的資料 做完这样一期节目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呼吸空气时候的感觉都会有所不同 原来呢现在呢美国人享受的纯净的空气是经过了一代人 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 这个努力当中呢包含了个人的牺牲奋斗 以及呢互相之间的理解包容和每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想的这种向往呢是全人类所共同的 我相信呢在座的各位观众也和我一样 希望呢在中国能看见呢蓝天和纯净的空气 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当中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下期一家之言再继续为您讲述 感谢各位的观众